今天第一条信息 有网友用调侃的语气写道 在这个特殊时期 我建议 请暂时放下你手中的劣质勾兑酒 和科技很活肉 放下你的烂尾房合同 和医疗缴费单 放下你孩子的一项 和从洪水里打捞上来的家具 放下你的亏损账户 和辞退通知书 让我们狠狠地痛恨 和批判日本吧 有人跟帖说 恨不过来了 快恨昏头了 能不能谢谢 还有人网友说 你可以恨一会儿 爱一会儿 爱恨交替就不累了 接着 另一个网友说 这周不看日本小电影了 只看欧美的 哼 国家今天第二条信息 统计局公布 一到七月份 全国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利润下降15.5% 以下是本文要点 一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一到七月份 实现利润总额下降15.5% 但降幅有所收窄 二 国有控股企业下降20.3% 三 股份制企业下降16.6% 四 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下降12.4% 五 私营企业下降10.7% 六 十三个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七 二十八个行业下降 八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七月份实现利润总额 同比下降6.7% 今天第三条信息 这个月本地环保来了一次 说企业用的有液压机 油类属于微费 必须办理微费间 要罚款 我们说公司一共20多个人 就四台压力机 油也是几年更换一次 买新的 旧的都卖了 回答说不行 还得找第三方 上下关系打电花了两万多 各级安检两次 一个说标识不全 双预防做得早 要按新的做 有的记录不全 按要求找第三方 他们写的十几条整改 一万多块钱 工业办一次 这个一般检查 每人扔合烟 吃顿饭 卫健委一次 说要做企业职业健康 给我们推荐的第三方 必须整改 花了1.6万 今天第四条信息 历史以一种 出乎预料的方式发生了 中国民众购买 概格技术器 检测海洋食品 结果多数未发现核污染 很多民众却发现 自家居士的辐射值最高 上海一网友 测自家核辐射值 近是东京976倍 中国建材普遍核辐射超标 让不少民众大惊失色 学者警告 日本核电厂排水 加剧中国房地产危机 中国热卖核辐射检测仪 带有测出自家超标900倍 今天第五条信息 美国驻华大使馆今天 美国商务部长吉纳雷蒙多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商务部长王文涛 举行了会晤 以推进美国的商业和战略利益 拜登总统于2022年11月 与习主席举行了会晤 以深化双边讨论 此次会晤是为落实拜登总统 在那之后下达的指令 而进行的努力之一 雷蒙多部长强调了 确保美国和中国之间 开放的沟通渠道的重要性 同时采取了具体行动 来实现这一目标 雷蒙多部长与王部长 就以下事项达成共识 建立一个新的商业问题工作组 即一个由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官员和私营行业代表 参与的磋商机制 以寻求贸易和投资问题的解决方案 并促进美国在中国的商业利益 双方同意工作组每年召开两次副部长级会议 由美国于2024年初主办第一次会议 启动出口管制执法信息交换机制 它将成为一个减少对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误解的平台 该机制将于8月29日星期二在北京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举行首次助理部长级面对面会议 双方召集各自相关领域的专家 就加强保护行政许可流程中 的商业机密和保密商业信息进行技术讨论 就商业和经济问题定期进行部长级沟通 每年至少举行一次面对面会晤 雷蒙多部长讨论了 在符合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情况下 促进经济交流的机会 他强调了为美国劳动者和企业 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 以及确保美国公司 在中国获得公平透明待遇的重要性 最后雷蒙多部长强调拜登政府致力于 采取必要行动以保护美国国家安全 同时重申了拜登政府小院高强的做法 强调出口管制的对象 仅限于那些对国家安全 或人权产生明确影响的技术 而并非旨在遏制中国的经济增长 今天第六条信息 今天听到了一个新鲜词 指路费 新鲜在不是收指路费 而是给别人指路 还给别人指路费 习猪头每天给外国指方向 但是总是习猪头支付指路费 至于别国是不是按照他指的路走 又是另一回事了 反正指了路就得付钱 没有光指路不花钱的好事 今天第七条信息 刚刚听在医学中心的博士 分享了一个有意思的论调 他说女生在四十岁以前 性欲普遍不强 从四十岁一直到六十几岁 反而是人生中性欲最强的年龄 而男生普遍都是 四十岁以前最强 四十岁以后的性欲下降严重 这个结果就很有意思了 四十男人一张嘴 不是没有道理的 一个下降期 一个上升期 怎么能降服呢 听完了 我觉得还是要多多去健身房锻炼吧 今天第八条信息 网易跟贴 原文中超公司董事长刘军 被带走调查 引用中超公司自2006年成立以来 总共六任董事长均已涉案 这绝对是世界足坛第一大神迹 都重庭前定靠上 内门出执 都整身 是 了 我